春天到了花开的艳丽 很多虫子也开始频繁活动 出门欣赏完好看的花 回家的时候也得注意 一种叫做皮虫的生物 因为被它咬一口可能会引发大问题 今日杭州市中医院 接诊了被皮虫咬伤的病例 当天一位54岁的阿姨 哭着跑到杭州市中医院 说白天采完茶叶后 晚上发现肚子有点痒 掀起衣服后发现肚子上有个虫子 无独有偶 另一位25岁的女病人爬山赏花之后 晚上洗澡 发现左手臂上也有这种虫子 原来它们都遭遇了皮虫 在每年3到10月活动频繁 尤其是在春季的草丛树丛中多见 这种皮虫一旦咬住记住的皮肤 它的口气中又像刀刺一样的东西 会牢牢勾住皮肤 自己无法轻易取向 如果硬取 可能会导致口气残留在皮肤内引起感染 它携带一些病菌 这个病菌容易引起一个体内的一个功能紊乱 会出现发热 全身皮疹 然后一个血液系统一常 然后肝腎脏器的一个损伤 然后最终造成一个多脏器功能损伤 春季被皮肿咬伤很常见 那该怎样预防皮肿咬伤呢 第一个就是可以携带一些黄毒药水这些 在身上涂一涂或者出去的时候 草叢去喷一喷 第二个尽量出去穿长袖 就是四肢尽量包着 然后衣服尽量穿光滑点的 然后虫子不明产留停留 第三个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尽量去开口点的地方 不要去那种比较狭的地方 树木虫比较多的地方 第四个就是我们回来 就是衣服要及时换掉 然后清理一下